最新劲爆消息!还说不是他!敦马早上才爆出希莲注册的幕后黑手,下午他就马上跑出来灭火了。 马上转发。 扎西说,马哈迪不应指责注册局刻意拖延希望联盟的注册,因为是土团党本身没有依据自己所定下的党章形式。 当按照,透视大马。 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莫扎西博士指出,社团注册局接获249项针对土著团结党所提出的投诉,其中的47项是指该党违反党章。 他说,土团党党魁敦马哈迪医生不应指责注册局刻意拖延希望联盟的注册,因为是土团党本身没有依据自己所定下的党章形式。 注册局专业的旅行本身的职责,他们在任何的政治组织都没有涉及任何的利益。 阿莫扎西今天主持讨论心柔长低和马新第二通道交通繁忙课题的特别委员会会议后,对媒体这么说。 他说,作为曾经领导政府的领袖,马哈迪理应知晓1996年社团法令阐明,注册局的职务是要根据章程,维护任何社团或政党成员的利益。 愚昧的错误发生在他们身上,包括委派没有被区部推选的代表参与长年大会,以及区部代表也没被支部委任。 谈到民主行动党在去年11月12日所举行的中委会重选,以符合注册局所定下的条件,阿莫扎西说,致给行动党中委会的信函已在昨日发出。 此函是要核实行动党可继续作为一个政党,因为他们遵循所有由注册局根据该党的党章,所发出的指示。 媒体早前报道,土团党和行动党的内部问题是导致希望联盟注册受阻的其中因素。 西蒙注册迟迟迟未成。原因,400党员投报注册局。 不成6日讯,希望联盟监土团党主席敦马哈迪揭露,该党有400名党员集体向社团注册局,投报党代表大会不合法,成了西蒙注册迟迟未成的绊脚石。 我们好奇的是为何有多达400名土团党党党员,以同样文字致函投报该局,看来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希望该局拒绝西蒙注册申请。 寻集该党领袖是否已会见相关党员,马哈迪则说,该党目前不知涉及哪些党员,只是听闻社团注册局告知有400名党员投诉大会不合法。 马哈迪金早主持西蒙最高中央理智慧会议后在记者会上说,即便他不清楚谁是幕后黑手,但看起来很像是政府会做的事。 他也以不点名方式透露,反贪会已逮捕一名贿赂土团党州级领袖,怂恿后者退党的前党员,至于是谁他则不愿透露,并促请媒体询问反贪会,但有关领袖没有受到摆布。 马哈迪也对西蒙不获准注册仪式感到担忧,并直言这类骚扰是国阵胜选的方式之一。 群集若没有共同标志,西蒙是否以商讨如何上阵来借大选? 马哈迪金说,我们有B和C计划,但不会告诉你。 我们当然担忧,注册西蒙是我们的权利,除非我们有做错,若有做错就应告诉我们。 马上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